本命忤行熟水 又揭霍水言素的水型人 为人率直坦白 富有同情心 同乐意助人 为什么 内心软弱 还喜欢故作坚强 当疑到不疑的事情 会难以释怀 导致内心产生巨大的压力 令生活衍生各种难以处理的困难与障碍 由于忤行的规律 水而水属性相生 而在大自然中 大海和小溪中的水体 虽然各不相同 但是都是属性于水元素 它们之间的差别 主要在于它们的水流 和水面波涛的景象 大海是一个广阔的海洋 水流汤急 水面波涛空涌 有很强的动力和破坏力 而小溪只是河流中 细形的水流 水流缓慢 水面相对平静 不具备强大的动力和破坏力 而在忤行中 水言素代表着沟通与人缘 可以提升人的表达能力 潜向至平衡法则的功能 然而如果一个人本命 忤行熟水又揭露了水言素 这个人命运的走向 就会犹豫 大海和小溪的区别 小溪始终不宜浩瀚大海的壮观 水面平静 水流缓慢 更具备强大的动力 这种人虽然个性率直坦白 富有同情心和乐意助人 但是由于本命忤行熟水 又揭露了水言素 所以内心软弱 造成揭露足够的心理承受力 和应对能力 导致在面对困难或挑战的时候 中意故作坚强 移到不宜意的事情时 难以释坏 令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进而衍生忧累、自责和压迫感 这种极端性格的表现 有时会刺于自我封闭的状态 导致人际关系不佳 从而令人生错失了很多成长已突破的机会 因此 如果你是一位本命忤行熟水 又揭露水言素的水型人 提升表达能力 增强自信心和勇气 来吸引身边的贵人辅助 对你很重要 要提升表达能力 增强自信心和勇气 首先需要领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欠点 内心软弱只是一种欠点 不代表你不好或没用 所以要学会接受自己的软弱 不要对自己过意苛求 此外还可以通过阅读学习 掌握新的单词 提高词回量 而更准确具体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从而提升自信心 加上适当的身体锻炼 亦可以增强体能和意志力 令你更有精力信心和勇气 去面对困难和挑战 此外多进行静坐 关心自信心 了解自己的内心状况 以释放负面情绪 令内心能够刺衣平和的状态 从而平衡自身的悟行能量 令你在二人相处的时候充满自信 能够具体地表达内心的想法 吸引身边的贵人辅助 轻松地处理和解决问题 同时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最终走向坦途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